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钟讲新闻 是否对于要过桥时需要停车、摇下窗户、掏钱这个动作感到麻烦 如果你经常需要过桥,可是却没有使用Fast Track 就赶紧去办一个吧 Biariato Authority计划将全面实行Fast Track 上一年,金门大桥的干部成员表决通过,实行全面自动化的收费 而于今年年底就会开始进行测试 民众可以选择购买Fast Track或是被拍摄下车牌 估计于明年2月,金门大桥将不会再有收费员 再来看这条新闻 3月1日,Santa Clara County官员将同意于County Facilities内所有食物营养价值提升的提案 许多民众可能不知道 Santa Clara County可是被公认为全国最受推崇健康饮食的地区 所有这个新的举动,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但不用担心,这并不代表在County的场所不会找到汉堡或是披萨 只是食材将会比传统食谱上的更为健康 例如,相对于传统意大利面里面的牛角肉 你可能会吃到比较健康的瘦火鸡腿角肉 Santa Clara County官员表示 这项表决将会于7月正式生效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